黄色花朵随风摇曳美不慎收 三民区的河堤公园黄花枫林木盛开 不少民众前来赏花 黄花遍布的景象也让在地里长大力推荐 赏花景点就是这个地方 还有等一下可以带你们过去看那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大概早个五天的话 这全部整个一条街全部河堤两岸 都是盛开的黄色的花 民众大饱眼福不停拍照记录美景 也有不少民众特地前来公园赏花散布 黄花枫林木又称为黄金枫林木 正常花期是春天2月底3月初 但花期较短把握花期才不会错过美景 今年大概一个礼拜前就开了 现在大概还剩下两天的花期 所以这次就是这棵树还有宁静的这几棵 那边还有很多 所以住在这边有这个黄花 和红林木的点缀 在生活上会感觉有多姿多彩 开花季节跟温度和水分有关 前两年因为是暖冬花期不正常 赏花得靠运气 今年花期正常 想赏花的民众就得趁现在 记者吴秉原 郑志源 高雄报道